欢迎大家回到我的美食频道 有些小伙伴让我推荐章鱼小丸子 好的 今天我来到我家附近的王子站 今天介绍这家店 驻地迎章鱼 这家店是连锁店 在日本有500多家店 是专卖章鱼小丸子的 这家店也支持现金和配备 相当于国内的支付宝 其他的支付方式好像没有看到 这家店挺大的 座位也多 现在疫情 桌子上面只有菜单 坐下之后 服务员会给你 筷子 丝纸巾 碟子之类的 这里卖各种的高杯酒 鸡尾酒 日本美酒和烧酒 价格在500到900日币左右 还有各种的牛肉 猪肉 鸡肉串 炸鸡块 薯条什么的 你现在看到的价格 是一串的价格 这个鸡皮串是从两串开始起卖的 一串不卖 还有各种的下酒菜 酸味鸡皮 黄瓜 冷番茄 毛豆 还有饺子 大板烧之类的 你们的主角来了 章鱼小丸子 味道有七种 都是三个或者四个 一组卖的 问了一下服务员 哪个味道卖的最好 所以今天点了 人气第一的原味 人气第二的葱味 还有我自己选的凹虾味 原味味道有点甜 蛋黄酱和下面的酱汁都是酸甜味的 牧鱼花几乎吃不出什么味道 青海苔就是海苔的味道 口感表面酥脆 里面的章鱼肉很有弹性 吃四个刚刚好吃多了就会腻 吃之前 把这两包调料包混合一下 散一下吃吃看味道如何 这个挺不错的 口味清淡 蘸酱就是天苏罗的蘸酱 而且这个能吃出红姜的味道 而且挺清爽的 吃几个也不会觉得腻 这个能够吃出浓浓的虾的味道 口感的话和刚刚介绍的两个一样 还有这个黄色的酱汁 觉得有点像上豪加虾条的味道 总结一下 这次总共消费1276日币 一共11个章鱼丸子 味道都不错 其实我都挺推荐的 你们来吃的话 可以点一份像这样的盖椒饭 或者这样的套餐 之后再点四个丸子尝尝 因为我11个丸子吃下注没吃饱 如果你喜欢 请点赞投币收藏哦 那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投币收藏